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说敢言 你如此洪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身为一个知心传媒人 也是一个自由传道人 论证和正道是我的专业 也是我的使命 每星期每天都可能做同样的事 当然话题题材 是与时并进 每天都变化很大 困难就是将两者结合 有所谓针扁时代的讲章 通常有教会指定动作 就在所谓社会关怀主日当中 希望能够有类似这样的讲章出现 但通常一般在崇拜的讲道当中 我是极少引入太多的时政 有的是这些很个别的例子 来到去支持某种的经文的演绎 而议 事关就是崇拜的时间太短 因为 时代 世情太过复杂 如果我们强行将这些复杂事情简单化 其实会流于肤浅的 同时 因教会的崇拜 会有的 异质性太大 异质性就说到 来自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教育程度 对社会时时的认知差距很大 于是 你用这样的场合 去讲解一些关于 时代的讲章 一些可能对时政有针扁的题目 有时接收方面 会出现很大很大的落差 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而我看见很多教育同工 经常犯的毛病 就是很想有一些时代的意识 但是最大问题是 都是犯了先有结论 再去缓引经文 即是说 他本身对问题有一个既定立场 然后就找一些经文 你要支持自己 这就出现了一本圣经 各自解读的情况 所以 在崇拜短短时间里面 其实很难 是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本来说 如果碰到有关的情况 我都建议尽量用专题的讲座 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去论述 最重要是有Q&A的时间 即是有答问时间 这样可以釐清了一些 可能是过分比简单的一些论述 如果能够聆听到 是现场的回众的反应 那才是一个有责任的讲章 那说到正道和论证最大分别哪里呢 先说论证 论证 论证不是每个人拿着咪 就可以以外外而谈 论证者必须能够对一个问题 有正反合全的认知 千万不要只听一面之词 更加不要只得到某方面的资讯 一个全盘的认知是重要 在全盘认知之后 又有一个全盘的思考 思考包括是一个政治的思考架构 有对历史默络的能够的延续和传承 并且能够懂得分析利弊的关键所在 这是一个论证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其实去到第三 先说到个人的政治信念 个人的政治坚持 而第四样 就是对问题有一个未来的展望 论证并不简单 是非常专业 要做很多功课 当然正道来说 很多甲牧童工 在神浪院都有很多 港章的训练 港坛的训练 但基本上来说 正道最重要 不可划决一定是忠于圣经 所以忠于圣经 必须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知了解 不可以是一知半解 或者只是抽一圆经文 来以偏概全去演绎些很复杂的道理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 而正道当中也包括是缓引很多的例证 缓引例证应该尽量包含更多的啟发性 客观性和广泛性 不是将好个别极端的例子来说明 这样会引到惠众走向偏差的 而这方面信仰经验和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 是相当重要 但这方面必须分清楚哪些是个人的意见 哪些是客观的事实 好的正道必须有一个熟灵的智慧 熟灵智慧是一种突破性的思维 可以带领梅众有突破性的思考 并且引发更广泛的思考空间 同时一个精湛的学养 对圣经的认识神学的训练等等 当然都是相当重要 好的道难求 好的论证也都难求 想想想将正道和论证加在一起 是何等困难的事 但是这个时代 讲坛很重要 好多的会众都期待有好的信息 而教育同工也都希望 他的信息是能够引很多 时代的意识下去 但这方面一定是要非常努力去做好功课 会众对讲坛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而每一个传道同工 我们对讲坛的要求更加比会友更加高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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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派 gram Times on Air Times in Air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Times